哎,有了我问你啊,王爷在边境那几年,可有过心意的女子,或者侍妾什么的。王妃,您千万别乱想,王爷这几天太忙了,才会早出晚归,您要理解她呀。这些年,王爷别说是侍妾,就算是个女的,王爷都会绕道走。 放心吧,我理解她的,你翠宁姐姐只是随口一问,你还当真了,我的夫君我自然清楚。 小姐,王爷是不是,是什么?就是,那个是不是,是不是不行啊? 啥?小姐恕罪,奴婢妄言了。 好了,起来吧,我又没有要怪罪于你的意思,但是这种话,以后不许再说了。 谢小姐,奴婢谨记。 云木下定决心要把段浩轩的病治好,又拿了纸笔写了一些药名,便吩咐凌峰上外面药铺抓药。 王妃,于相府来人了。 难道是哪一个个其中的一个? 妹妹,妹妹不是说会去看我,可我等了很久,都不见妹妹去找我。 昨日刚回到家,本来应该先来看看妹妹,可又想今儿个清晨要进宫见皇后娘娘,顺路来看看你。 毕竟你我姐妹一场,是不是啊? 我早就说过,我会回来的,咱们姐妹的路还长着呢,你说是不是? 是啊,看看到底谁能笑到最后。 翠宁,给大小姐泡绿茶,上白莲膏。 高点就不必了,不过才一跃不见,妹妹倒是憔悴了不少啊。 是嫁给杀人如麻的秦王,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呢? 还是没有嫁给你心上的那个人,心情不快啊。 想当初你为了太子殿下,可是敢跳冰坛啊,胆子大到违抗生命的人啊。 方言整个北莫国,谁会那么勇敢? 只有妹妹你,敢为爱奋斗。 姐姐我好生佩服啊。